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与中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角力 尤其是在非洲这个日益成为影响力战场的地区 美国官员库尔特·坎贝尔在最近的演讲中指出 中国在面对野门胡塞叛军的威胁时选择了与敌对方直接沟通 而非参与国际合作 这一举动显示出中国在全球稳定议题上的极其不合作态度 同时,坎贝尔也反思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就与挫折 强调,虽然中国在非洲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美国在全球南方的投资力度同样不容小觑 坎贝尔指出,美国在发展金融方面的表现常常不如中国 但他也强调,西方在项目执行上更加注重当地人民的技能培训和复权 在这个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 各方都在努力争取影响力 坎贝尔提到,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与盟友和伙伴携手应对中国日益自信的姿态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理解这些动态的关键在于抓住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相互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南华早报聚焦于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或不合作 尤其是在处理野门胡塞叛军袭击鸿海和亚丁湾商船的问题上 美国国务院副部长库尔特·坎贝尔在一个公开演讲中指出 当胡塞叛军开始威胁这些全球重要航道的安全时 华盛顿意识到这是一个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合作的机会 由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航运活动频繁 这些攻击对全球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 坎贝尔提到 中国可以利用其在吉布提的海军力量来应对这一挑战 就像1990年代中国参与打击海盗那样 然而坎贝尔指出 中国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策略 即与胡塞叛军直接沟通以保护自己的船只 而不是加入任何国际海军联盟 这种做法被坎贝尔视为 对全球公共事务的一种不利影响 并且显示出美国对全球事务的真实担忧 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呼吁 随着美国总统乔 拜登的任期逐渐接近尾声 坎贝尔借此机会反思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就与挫折 并对流行的观点进行反驳 特别是关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论调 尽管北京在推动其一带一路倡议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尤其是在非洲 坎贝尔表示美国在这方面也在努力 华盛顿在宣传其成就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坎贝尔指出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投资 在去年不足100亿美元 但美国的发展金融公司DFC 在全球南方的投资达到120亿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非洲 坎贝尔承认美国在解释 其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承诺方面做得不够好 他指出美国正在寻求新的工具 包括技术对话和发展走廊 以应对这些挑战 然而 他并未明确DFC在非洲的总支出 是否超过中国 他强调 相较于中国在非洲的项目 西方的做法 更加关注技能培训和复权当地人民 在他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演讲中 坎贝尔指出中国的一些项目通常涉及大量外籍工人 项目完成后 附加价值留给当地的很少 他提到非洲国家所寻求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 如大型体育场 领导人住宅等 虽然中国能够提供 但这并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非洲正日益成为中美影响力的战场 一个月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接待了约50位非洲领导人 承诺放宽进口限制 并在未来三年内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的新融资 习近平表示 现代化是所有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但西方的现代化方式 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坎贝尔还强调 美国在应对虚假信息和错误叙述方面极为关注 特别是在全球南方 这些叙述受到华盛顿在中东立场的影响 他指出 下一届政府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优先事项 积极思考如何与盟友和伙伴 共同提升美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坎贝尔称 尽管中国人民的辛勤工作 是过去20年国家崛起的驱动力 但美国也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背景支持 包括帮助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中国进行巨额投资 开放美国市场 吸纳中国产品 并促进与中国建立深厚的尊重和互动的持久关系 坎贝尔指出 中国的反叙述始于2000年代 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得到了加强 声称美国正在衰退 试图改变中国政权 并认为这是中国崛起 并将美国挤出全球舞台的时机 他反驳道 美国并不寻求遏制或限制中国的发展 他进一步解释说 美国在许多方面是在回应一个更加自信 更加激进的中国 并挑战这一操作系统的某些要素 包括和平解决争端 航行自由 海洋法 及法制合同等 分析人士指出 中美复杂关系的剧本远未写定 亚太政策研究所的董事总经理 罗瑞丹尼尔斯表示 中国人民普遍承认 参与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国际体系 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未来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利益更为公平 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对如何改革这一体系 持有复杂的感受 同时在争夺全球影响力 坎贝尔总结道 中国日益自信的证据 可以通过其盟友和伙伴 迅速加入美国阵营来判断 尤其是在应对北京日益激进的行为 及其与朝鲜和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后 加强联系的担忧上 他表示 尽管美国领导地位面临挫折和困难 但几乎每一个与美国合作的国家 都希望看到美国在全球事务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非减少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全球事务中 中美关系一直是个充满挑战的议题 特别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交织的地区 最近 美国国务院副部长 库尔特·坎贝尔 在一场演讲中 对中国处理野门胡塞 叛军问题的举措提出了批评 他指出 中国选择与胡塞叛军直接沟通 而非参与国际联合海军行动 表明了中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 相对不合作的态度 这一举动不仅显示出 中美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也反映出 两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时 战略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 坎贝尔的讲话同时反思了美国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得失 他指出 尽管中国在非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并不逊色 然而 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 美国的努力似乎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坎贝尔强调 美国在非洲的发展项目与中国不同 注重于技能培训和富权当地人民 而非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表明 中美在非洲展开了一场不同方式的影响力竞赛 各自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增强 其在该地区的地位 在非洲这一新兴战场上 中国通过承诺巨额融资和放宽进口限制来扩大其影响力 而美国则努力通过更可持续的发展项目来确保其存在感 坎贝尔在演讲中承认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显著增加 美国也在通过新的工具和策略努力应对这些挑战 他还特别提到 美国未来的政府需要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提升上下更大功夫 尤其是在应对虚假信息和错误叙述方面 这是美国在中东立场所引发的潜在问题 同时 坎贝尔也提到中美关系中的复杂性 特别是在如何向全球公平分配利益这一问题上 尽管中国的崛起部分得益于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未来如何在改革这一体系中 平衡中美双方的影响力 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坎贝尔强调 美国并不寻求限制中国的发展 而是在回应一个日益自信且激进的中国行为 他指出 美国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 以确保国际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总的来说 坎贝尔的演讲不仅揭示了当前中美在全球事物中的紧张关系和竞争态势 也反映了两国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塑造国际秩序上的不同策略 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各方都在试图调整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 坎贝尔强调 通过合作与沟通 美国希望在全球事物中看到更大的透明度和合作精神 以实现全球的和谐与稳定 这一愿景的实现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 甚至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双方在全球事物中扮演的角色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